好,又回到我們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好,那我們來看第一個朋友 他跟我們流什麼言 他說 左派聲稱強迫打疫苗是愛 可有什麼愛是要強迫別人接受的呢? 只有強姦 怎樣? 我媽呀,好可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讀過一本書 說一路愛到底 他那本書就講說 別人接受愛的方式 然後你用那個方式去愛別人的時候 那個人才可以感受得到 我打個比方說就像說 一個人如果說 他的愛的語言是 你要天天跟他在一起 溺在一起什麼什麼之類的 但是你愛人的方式 就是一天到晚幫他煮飯、洗衣服 然後把他照顧的服服貼 就是你服務性的話 那他就會覺得說 你都沒有在愛他 就是因為你給的跟他要的不一樣嘛 對對對,沒錯 那麼常常人跟人之間會起衝突 或是怎樣的話 就是因為你愛的方式是不同的 那或許就是左派真的覺得 他們是在愛所有的人 在愛我們或是怎樣 他們覺得說這個疫苗很好 我這樣做是在愛你 那拜登就說什麼 這個疫苗真是太棒了 你一定要去打這個疫苗 或是什麼之類的 這個就不是我們要的 我覺得拜登他也不是愛啦 他一定不是愛 我只是打一個比方 就是說這個已經是最好的一個分析了 對對對 他們其實不是要愛你或是怎樣 如果各位看新聞的話 你就會知道 你最近看 還有Rittenhouse這個東西 表面上就說什麼 我們要愛 像說槍支的問題 我們要愛 因為我們不要殺人或是怎樣 但其實這一切都只是為了控制 Keep Your Love On 裡面 那本書裡面 也有講到就是 常常你以為是愛的東西 但是其實你只想要去控制別人 那政府對於人民這個東西 大家不要搞錯了 很多人就覺得說什麼 政府會愛我們 某個政黨他對你來講就是愛的表現 全部都是假的 跟這個人說的一樣 政府對於人民只有強姦 政府只有對人民做 人民不想要做的事情 沒有一個政府是想要幫助人民的 我最記得的一個就是 清朝原本要學西方國家要立憲的時候 立憲派的時候 他們就立了一堆憲法出來 但它跟美國的憲法不一樣 美國憲法就是一堆人討論出來說 我們不想要聽你的 那你要怎樣讓我們有這個權利 就是讓人民有權利 然後美國憲法是這個樣子寫出來的 清朝寫出來的那個憲法 立憲派寫出來的那個憲法 皇帝有什麼特權 皇家有什麼特權 人民有義務 人民有這個繳穗的義務 人民有什麼什麼什麼 那你別寫了 跟以前有啥區別 對 但是呢就是 對他們來講 這個就是愛 人要愛國 國家就會愛人民 這種東西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Only you will love yourself and you will love your family 好來看那個下一個朋友 他說 左派的理想就是把美國變成原始社會 這就是應對全球氣候最好的方法 做文明人多破壞地球啊 野蠻人才可愛 也是汽車也別開了 你就用腳跑嘛 大不了你就登個自行車 是不是 對 自行車也不行 自行車外面塗那個油漆 所以多不環保啊 臭氧城又弄你的洞 對 反正你也別出國了 坐什麼飛機 飛機都取消 砸吧砸吧 你真的需要這個東西嗎 你真的在家裡需要三台電視五台電視嗎 你真的需要房間裡每一個地方都有一台冷氣機嗎 你真的需要那麼多台車子嗎 然後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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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 他們就會說 Consumers 就是消費者主義這個東西 就是共產主義那一套就是說什麼 西方的人太浪費 用市場來掌控人民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這個就是左派最想要做的事 就是其他的人什麼都沒有就好 只有他有 對 北韓只有一個人可以上Facebook 北韓只有一個人可以上Twitter 北韓有很長一段時間只有一個人可以上網 只有一個人可以看電視 那個人是誰 左派想要做的就是這個樣子的社會體制 就是網有特權 你有義務 這個樣子的東西 所以他們就會拿這個什麼氣候變遷 全球暖化 拿這個東西來剝奪你的權利 其實說白了就是這個樣子 你說就像你之前說的那小女孩 坐帆船來 我都不知道他咋來的 他坐帆船來的 他中間得折騰多少天 吃飯怎麼吃的 睡覺怎麼睡的 我都搞不清楚你知道嗎 坐帆船過來 然後但是有另外一艘船是拍攝的 然後要另外一艘船要注意它安全的 對呀好環保 你看多環保 我們要是每個人要都這麼出行 那你是什麼全球首腦見個面 那可麻煩了 約半年以後吧 然後文明人破壞地球 大家就會覺得說 因為資本主義的關係 所以說他們破壞 然後把所有的資源全部都弄爛 然後什麼什麼之類的 但是說實話 一直在做環保的 全部都是有錢人在做環保 只有有錢人有這個文化水準之後 他才會去做環保這個動作 我打個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大家常常被說是陰謀論家族之一的 John D. Rockefeller 他那個時候發現了石油 那時候使用石油的方式就是只有一種 就是做Kerosene 然後他就覺得說 神不可能創造沒有用的東西 因為Kerosene提煉出來的時候 還有很多廢掉的東西在那個地方 他就覺得說 如果說這個東西是神創造的 如果這個東西是神給我的 那麼我一定可以從那麼多廢物裡面 再提煉出來新的東西 來創造新的商機 所以他就重新體驗之後 就創造了汽油 Gasoline 那Gasoline那個時候出來 剛好那個福特的T-Series出來之後 剛好他的那個Gasoline做出來之後 就可以supply到這個裡面 有錢的人他遇到了一個商機了之後 然後他就會去重新的廢物利用 然後重新想說 這些廢料可以拿來做什麼東西 只有就是像我這樣子 沒什麼錢的那種人 東西用完之後才會直接丟掉 想說我直接買新的就好 對啊 還有很多這個 就他們為了推進這個全球暖化這個進程 我覺得他們說過很多蠻好笑的話 說什麼說 現在因為什麼牛放屁太多 所以大氣層怎麼怎麼樣 然後我當時在聽到這個的時候 因為他們是說科學研究出來表明 說因為牛放屁太多 所以大氣什麼臭氧層被破壞 然後尤其澳洲牛多 所以澳洲那個上空那個大氧層 破了個洞瘡怎麼那麼厲害 說這種東西怎麼會有人相信 對不對 對 但是他又說是科學家說了 所以說好吧 那我就不去管他 但我覺得這種說法是蠻好笑的 但後來信主了就發現 尤其做了新聞就發現 原來這些人是真的會為了他們的agenda 就騙人 然後就會覺得說 這種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神創造了牛 亞伯拉罕那時候就開始養牛 那個時候的創痕怎麼都沒事呢 難道是牛放屁放了幾千年了 完了才有的事 而且是所有動物裡面只有牛放屁別的不放 你知道吧 就是你這樣一想就會說 這根本就不make sense 那個艾翰歐瑪就去找牛要那500匹 之前就跟基督頭朋友一起出去吃飯 然後我就跟他們講說 接下來一個agenda就是氣候變遷 然後我就說他們會講很多可笑的事情 就比如說像牛放屁什麼的 有個女生就跟我說不是真的嗎 我說你相信牛放屁把創痕放壞了 然後他說不是嗎 好像聽起來蠻有科學道理的 我說你想想神會不會創造這樣一個廢物 好不容易造了大個痕保護我們 然後你又創造個牛讓他放屁可以把那個放壞 我說這根本就不make sense 神不會做這種事情嗎 然後最主要我覺得像說科學報告這個東西 你真的是不能亂信 你現在上網你可以找到就是 那時候火車發明的時候 醫師團隊然後就是研究報告出來說 人如果身體移動速度 超過每個小時60英里的話 就會出事嗎 對他就是說 他就是說什麼呼吸會不好 然後長期以來的話對肺會怎樣 然後心臟會怎樣 一批一批的研究報告出來 證明說人不能坐火車 就是你不能移動速度太快 你如果騎個自行車 這個速度能接受得了 騎個馬40mph OK 但是太快了 你的心臟或者飛什麼的 這些腸子什麼的就都受不了了 因為太快 對 那這些醫學報告全部都是假的 那世界上有多少這個樣子的醫學報告 其實你自己去找的話有非常非常多 全都是假這種醫學報告 所以說這一次新冠肺炎的CDC出來的東西 到底有哪些是真的 然後這個疫苗的這個報告出來 到底有哪些是真的 到底有哪些是我們可以信的 真的是要可能以後才會知道 對因為這種東西來講 都好像是未知的 就像那時候火車 誰也沒坐火車 那火車突然一出來 他們就想說 馬這人能行嗎 對 平時誰能移動速度那麼快啊 對 這不多危險 對 你搞不好一鑽去 然後那個腸子在裡面就什麼撞來撞去什麼 然後這個人 他們就是斜邊那種 然後結果人一下火車就死了 就是因為大家都沒坐火車 他只要給你灌四個字 科學研究 哎呀科學啊 哎呀他們研究一些我們不知道的 哎呀好可怕呀 相信科學 其實相信科學就等於 你再相信一個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 是 最後一個 這個是有點沉重的一個消息 這來自Sunflower 請大家幫他們祷告 幫他的家人祷告 他說我消失了很多天 想你們的節目 說出真相的節目 我的老公因疫苗引起血栓 搶救無效去世了 好難過 Yeah 這個是然後 非常令人震驚的一個消息 是 因為疫苗這個東西 我們真的是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因為我說真的 我幾乎沒有 身邊沒有任何一個人 得了新冠肺炎 然後怎樣了 我有很多朋友就是得了新冠肺炎 然後他們都沒事 但是 我的朋友 然後我媽的朋友 然後我家人的朋友 打了疫苗之後出事的比例 是比新冠肺炎出事的比例高太多太多 然後有是癱瘓的 然後有是死亡的 然後很多這裡面都是由於血栓造成的 對 因為我奶奶以前就是德國血栓 她就是腦血栓 當然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 德國冬血栓 那個血栓 就按照我的理解可能 就是一個凝固的一個小血塊 或者什麼之類的 有點類似像中風的一樣 對 所以它就是卡到腦子裡面 因為腦子裡面太精密了 這個儀器對吧 它卡到腦子裡面某個地方 就會影響它身體的功能 所以就是可能是留到某一個區域 就我們之前聽說過 有個朋友 他就是下半身就是癱瘓 他就是沒有辦法控制了 因為他那個好像 中間連接的那個線 就是被阻斷了還怎樣 那像我奶奶 他就是留到大腦某個區域 他就是完全不能自己 他做也做不起來什麼的 說話也說不了 就是控制的那個 像那個control panel 就好像被毀壞 也就是完全不能用 但是你說腦子清醒嘛 清醒 對 所以就是它會影響 人的這些功能 那我們一直也聽說 神明有這樣的事情 但是就是這個 Sunflower這個朋友呢 他是每一期 都會給我們留言的 他的確是最近消失的幾天 但是有的時候 就我沒有想那麼多 因為有時候我想說 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 你很難保證說 一吉不辣地去看 因為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嘛 但是我實在是沒想到 就是說他消失了這麼多天 在這個幾天里 他到底經歷了什麼 我們很多時候在節目上 跟大家分享的 都是我們身邊看見的 聽見的事情 看到這個信息 真的感覺好震驚 因為我們一直在跟大家 分享很多關於這個疫苗 還有疫苗引起的 後遇症的事情 但是真的是希望 每一個朋友 收看我們節目的 或者是家人 都能夠平行啊 不要再有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雖然好像這種 醫學的東西搞不清楚 不知道說為什麼 但是你從身邊 這些例子來看來 他引起血栓的機率 是非常非常大 我之前鄰居啊 還看到我啊 還問就說 你為什麼不打疫苗 還問我 然後我說 因為我覺得 我的身體 如果我得了 如果我得了新冠肺炎的話 我不會有這個事情 但是打疫苗 很可能就會直接殺死你 或者是給我造成一些 沒有辦法彌補的後遇症 我不想去冒這個風險 然後那個人就會說 那我怎麼沒事啊 我說你沒事 你就趕緊感謝主吧 你就哈利路加吧 我說你沒事是證明好事 我不希望任何人看到說 雖然我們看到說有這麼多的例子 說大家打完疫苗都出事 但是我們當然不希望說 任何一個人打完疫苗都出事 你也不能說 這是一個僥倖心理說 就是沒事 因為我打完兩劑都沒事 Gavin Newsom打完第三劑嘴都瓢了 他那一定是由於血栓什麼引起的 就讓我想起我奶奶那個症狀啊 就是說好像他有控制什麼語言的這個部分 就是有一點失調 各位可以去看這個影片 Gavin Newsom他講話的時候 他說他打完了之後啊 他打了第三劑嘛 對 然後他不是就消失了 消失了有個十幾天 全都在找他 說他人去哪了 怎麼打完疫苗就不見了 對 然後出來之後 因為各位聽他的那種發音 WR還有TH 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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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WEN 這種東西 他發音其實都不太標準 就跟他以前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以前是個特別有活力的人 你看他身材 他就經常健身或者怎麼樣 他口條是相當清楚的 雖然這個人不怎麼樣 大家都說話是清楚 這些功能都是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下面就來看看 他這些圖字不清的這樣一個視頻 我吃了那個餐 很多人都知道這個餐 家庭的餐 而且孩子 實際上他們有一個進行 他們說 他們也沒想到 我會失去聖誕 這樣看來呢 疫苗真的不建議大家打 他怎樣 然後是不是疫苗造成的 我們不知道 但是你可能大概一看完 就說他打完第三劑 消失了十好幾天 媒體一直在喊 尤其是右派 咖啡就算去哪了 打完疫苗人怎麼不見了呢 對 再一出來就這樣了 做這個東西決定的時候 真的要非常小心 各位要知道的就是 現在沒有任何一個人在負責任 疫苗這個東西 對 政府給這些公司特權 你打每一個疫苗的時候 免責 你都會簽一個東西 就是對 免責聲明 對就是發生什麼事的話 沒有任何一個人負責 這些製藥廠不負責 幫你打的不負責 政府不負責 你如果真的出事的話 保險都可以跟你說 你自己簽 免責聲明了 對 我們沒有必要給你這些保險 所以說你要非常的注意 去面對疫苗這個東西 身體是你的 生命是生給你的 你要珍惜這個生命 還是你要去聽CDC 然後去聽Galaxy 所有這些政治人物 告訴你的不負責任的話 你想想就算是有賠償好了 現在是明確就是沒有賠償 就算是有賠償好了 你貪在床上了 你要賠償多少錢都賠償好了 一千萬兩千萬 不是錢的問題 對 所以說請大家幫Sunflower祷告 然後甚至祈平安給他們的家人 這真是很困難 對 昨天晚上在家裡 然後看到這樣一個留言 就覺得說好難過 雖然很多觀眾朋友 我們並沒有說在現實生活中見過面 但是你說像經常跟我們留言的 或者什麼的 我們一看 臉熟啊 大家都知道都認識 就好像說已經是認識很久的朋友 這樣的感覺 所以聽到這個消息 真的又震驚又難過 大家一定要記得幫Sunflower 還有他的家人們祷告 希望他們能夠快快地度過這樣一個很艱難的時刻 因為的確這個時候是需要很多人在背後支持祷告啊 希望神能夠保護他們 也希望大家每一個收看我們節目的朋友都慎重地做出打疫苗的選擇 怨神祝你平安 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那接下來呢還是依舊由神奇傳播為我們大家提供的非常好看的傳福音的小動畫片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拜拜 我是弗莉莎 我是依太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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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途中和董事長又聊起了信仰的問題 下車前董事長丟下了一句 我們學科學的是沒有幾個信上帝的 小李啊 這個你是不會了解的 我是真的不知道科學家要信上帝很難嗎 關於這個問題 我倒是可以提供一些相關的資訊 這樣吧 待會兒反正你要開車帶我們去世貿中心開會 在車上我們再聊聊這個話題好了 請問方博士 科學家中間有沒有信上帝的 近代物理學之父牛頓 實驗物理學之父伽利略 近代天文學之父克普勒 美國探月計劃的先驅加斯克羅 等等這些都是基督徒 就連愛因斯坦他也承認他是個有神論者 嘿 方博士 這些都是18、19世紀的西方科學家 我相信在現代學科學的當中 你應該認不得幾個信上帝的吧 我有個朋友是機械人博士黃家生 他曾任職於NASA休斯頓太空中心 他有次告訴我說 我在太空中心工作 休斯頓太空中心工作 休斯頓太空中心我的同事當中 我說大概三分之二 禮拜天都去上座禮拜了 我那條街我住的家 然後他開車到我上班的太空中心 那條短短的那條路裡面 在1.5英里吧 那邊八間教堂啊 還有位朋友 是DNA專家顧茲傑博士 他是美國國家衛生院NIH的學者 美國國家衛生院的院長 NIH的這個director 叫Francis Cohen 他也是人類經濟化的其中的一個教授 他就是一個基督徒 他還專門為了人類經濟化跟信仰 跟進化論 寫過一本書 哦 嘿 胖博士 你應該不會自己也信上帝吧 您說對了 董事長 我正是一位信耶穌的基督徒 哎呦 我的媽 這不又多了一個 看來信耶穌的科學家還真不少 Σ